这游房竟然长这样 这是什么庞然大窝 这么大 我觉得目搜过去 应该有半个篮球场 那么大吧 抱不过来 那边好像已经有师傅在忙 我们过去看一下 大哥 您现在在干嘛呢 最后定下的 谭振军是这间游房的主人 每年胡麻成熟的季节 都是谭大哥最忙碌的时候 胡麻子从地里收上来 在游房中就开始了 神奇的转化之旅 精心筛选的胡麻子 被放在平底大锅中炒制 满满烘干水分 相比传统的凹底锅 这种平底锅 更能让胡麻子均匀受热 上一下 下面就是少对一下 这还有动作口诀了是吧 上一下 下一下 上一下 下一下 因为这个味道小不小 只要是看这个亚麻子 你炒的小不小 就你这个技术的好坏 还决定了你这个亚麻子 炒的最后的成品的好坏 对 炒好的胡麻子放入石墨 硕大的墨盘将胡麻子 墨成糊状 然后放入蒸笼 蒸成油坯 油坯晾干后放入粗麻布 打包成一个个料包 当一切准备就绪 油房里这个庞大的装置 就该登场了 太神奇了 作为一个在健身房 撸墨铁的女孩 此刻特别摩拳擦掌 想要试一试挑战一下 这个古法的炸油 我估计你拿毒拿不对 这个毒是有少后的吗 这有多少成 我觉得这怎么也得有个几十斤吧 五十斤有吗 没有 三四十斤 三四十斤很有重量 你别看它小小的细细的一根 先插进去是吧 你光抬上去 这个就需要很大的臂力 可以了吗 可以了 这样悠着 可以啊 我能悠得起来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你稍微地用一点点的力 再推它 其实还是要靠大哥帮我一把 这种炸油方式 当地人称为凉炸 是应用杠杆原理 装置的一头 被几千千克的石头压住 工人们转动脚架 大量的另一头 受力下压 装着油皮的料包 在重力挤压下 晶莹剔透的胡麻油 便一点点渗了出来 到了第二个回合 我就已经开始有点后悔 刚才吹牛了 我的天哪 还是要很大的劲 据谭大哥介绍 炸油装置的承载重量 能达到四五千千克 需要两三个人协同操作 浓郁芬芳的油箱 充盈在油房 飘散到街上 一滴滴珍贵的胡麻油 就这样进入了人们的生活